台东县动物防疫所27号下午在海滨公园举办了狂犬病防疫以及流浪犬领养的宣导活动 只要民众带着自家毛小孩到现场就可以免费注射狂犬病疫苗 而如果您的爱犬是米克斯的话呢还可以免费做宠物登记 台东县动物防疫所27号下午在海滨公园举办狂犬病防疫及流浪犬领养宣导活动 现场除了狂犬病疫苗接种还有流浪犬领养以及植入晶片宠物登记的服务 如果民众的狗狗是米克斯更能免费植入晶片与宠物登记 如果属于品种犬猫已绝育的收取晶片植入费用300元 未绝育则需加收100元登记费 今天是我们台东县动物防疫所在台东市海滨公园 这边办理一个狂犬病疫苗注射 还有收容中心的犬肢领养活动 那活动的内容就是各位台东县的县民 如果住这附近的可以带自己家里的狗猫来免费注射狂犬病疫苗 那也有我们带收容中心的 今天有带了三只的幼犬出来 可以给民众做领养的这个 我们不管在这边或者是在我们收容中心去做犬猫的领养 我们都会提供免费的绝育 还有晶片以及从屋登记 还有狂犬病疫苗这些都免费 今天可能是气温舒适 活动进行一个半小时左右 就有超过30只动物接手疫苗注射 你怎么知道这个活动 因为我姐姐有在网路上看到 然后跟我们讲 所以我们才带狗来打 就是在FB有人分享 然后同事也会转贴到我们的群组 大家都都有养宠物这样子 然后就带狗来打 刚好都满一年 满一年要打预防针 刚好都一起打 就是我们对面的 不可以跟他说的 他保我们来的 我说他在家要来 通常他说不要来打领养 说今天才有在打领养养 动物防疫所科长表示 狂犬病疫苗需要一年注射一次 动物要满三个月才能接种 另外因为猫咪可能对疫苗有些敏感 第一次注射之前 建议先给受益士评估 才能确保毛孩的安全 记者姚婷娟 台东市报道